今天用一只鸭子来教大家做五道菜 先来给鸭子进行分档取料 大家都知道鸭胸肉煮汤的时候又柴又硬 容易塞牙缝 今天我来教你一个新做法 又嫩又好吃 把刺根和鸭腿单独取下来 鸭皮不要丢 一会儿拿来炒啤酒鸭很香 鸭骨架比较没肉 适合用来煮汤 你平时要是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学到就是赚到 点我头像旁边的夹好收藏 万一你用得上呢 鸭胸肉斜刀切薄片 切完下盐 生抽 胡椒粉 蛋清 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上浆 把它分成两份 第一份下点油 抓均匀备用 第二份下辣椒酱 蚝油 紫蘭粉 辣椒粉 抓拌均匀备用 把一只鸭子分挡成五份材料 首先鸭骨架冷水下锅 煮掉血水 捞出洗净 翅膀爪子头部一起过水 翅膀腿部这些也要过水哦 砂锅里面加水下生姜片 压骨架 盖起来中小火煲50分钟 倒了时间加冬瓜块 调料加盐 再煲15分钟即可 第一道菜冬瓜鸭汤搞定 锅中下油 撕入一下锅 下鸭皮 把鸭油炒出来 来点葱姜去腥提鲜 加八角桂皮干辣椒 蒸香 下鸭翅鸭爪这些 开中大火炒香 加生抽蚝油炒上色 加啤酒淹没食材 调料加盐 老抽调色 煮开后上高压锅 中火压15分钟 第二道菜 啤酒压就搞定了 焦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点个心支持一下呗 锅中加水 下葱姜 下鸭腿和刺根 调料加盐 上高压锅压18分钟 压完 捞出来把肉给拆了 再准备香菜红椒 柠檬洋葱 生抽 陈醋 盐 香油 老抽 抓拌均匀 做成手撕鸭肉 锅中下油 三层油温压胸肉 滑油备用 三层油温在100度左右 变色后即可捞出 锅流底油扁香 葱姜蒜 下甜椒和红椒 开大火炒至断生 断生也就意味着菜肴的颜色变得更加脆绿 下颜 煮料 烹入料酒 快速翻拌均匀即可出锅 不吃辣的这道菜刚好适合你 再用同样的方式把鸭胸肉滑油捞起来 锅中点香葱姜蒜干辣椒 加青红椒蒜苗 开中火 用潇洒的姿势炒至断生 盐 生抽 辣椒酱 炒香 炒入味 下煮料 继续烹入料酒 比较有锅气 大火翻拌均匀 快速出锅装盘 辣椒炒鸭胸 这道菜适合无辣不翻的人群 煮料1000多道详细美食 我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 不要错过哦 我相信这道菜适合你